美利尔斯特里普获得了本届金球奖的终身成就奖 作为好莱坞最受爱戴的女影星 美利尔曾经获得过19次奥斯卡提名 29次金球奖提名 并夺得了三个小金人和八个金球杯 当然美伊此次变成全国焦点的另一个原因 是她在颁奖晚会上发自肺腑的嘲讽感言 虽然她的嗓音有些沙哑 但她的声音还是依旧深入人心 这人心中当然也包括了唐纳德·特朗普 特朗普在辗转难眠了一夜之后 终于在早晨忍不住发布了一条推特说 美利尔斯特里普是好莱坞里最被高估的女演员 她并不了解我 却在昨晚的金球奖上攻击我 特朗普此番成熟冷静的回应 自然逃不过脱口秀主持人们的轮番炮轰 美利尔斯特里普是麦里尔斯特里普的滑油脂肪 难忘的经典角色